欢迎来到复旦金融公开课 复旦金融公开课是由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与复旦金融评论共同推出的品牌系列课程 由复旦大学校友会协伴支持 我是今天公开课的主持人魏尚敬 我是复旦金融评论的主编 美国哥林比亚大学的教授 今天是我们复旦金融公开课的第104期 主题是农年的经济与资本市场展望 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崇洋投资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博士 王博士于2013年加入崇洋投资 崇洋投资是国内最早的私募基金之一 连续11年获得中国证券炮的金牛奖 并且连续6年获得由中国基金会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的英华奖 王庆博士在加入崇洋投资之前 先后担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的董事总经理 兼投资银行部的执行负责人 也担任过摩根斯坦利董事总经理与大中华区的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与投资策略的主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深经济学家 在摩根斯坦利期间 王庆博士和他的团队连续几年获得机构投资者杂志评选的亚洲第一名 王庆博士拥有马里兰大学的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管理学的硕士学位 各位观众朋友们 此刻我们的公开课正在复旦大学的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的微信公众号 复旦金融评论的微信公众号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的官方抖音号 复旦金融公开课 官方快手号 中国金银报 中国财富旗下的LunkAPP 万德三西财经会议平台 百度财经 录享会 金平台 今日头条 网易财经等平台同步直播 今天我们的公开课大约90分左右 我们先请王庆博士做主子演讲 然后我们一起进行圆桌对话 在此期间 现场的同学或者各位观众有希望得到解答的问题 欢迎在课程的微信群或您的平台直播间留言 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会把相对集中的问题汇总到我这里 我可以带各位向王总请教 如果合适的话也可以一起参与讨论 好 现在我们的公开课正式开始 有请王庆博士 现场的各位同学以及线上的各位观众 大家晚上好 感谢上进教授的介绍 非常荣幸有机会来参加我们复旦金融公开课 那么我今天跟大家讲课的内容 刚才上进教授介绍了 是关于农年经济和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展望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又讨论经济 又讨论资本市场 那么我大概只有40分钟左右的时间 所以是比较有挑战的 那么我就根据我准备的一些材料 就是自上而下的 从宏观的视角 谈谈对经济的看法 更重要的是基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 引申出对当前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些前景展望 当然我们这里面讲资本市场 更多的基于中国的股票市场 下面我们就开始 首先就经济而言 实际上过去两三年 应该说影响中国经济 或看待中国经济表现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中国正在处在一个房产的下行周期 所以在中国的经济的这样一个表现 很大程度上受房产下行周期的影响 这个屏幕中呈现这个图 这个是GDP增长 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拆分 就是拆分之后房地产和金融贡献的部分 以及房地产和金融以外的贡献的内容 大家能看出来 实际上这两三年 尤其过去两年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在于房地产相关 以及房产有关的金融领域的负的贡献 大家从这张图中看出来 就是说假设你把那负的部分剔除掉 移上去的话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是比较正常的 是比较正常的 所以理解中国经济过去两三年 以及未来的可能的这个表现 很重要的是理解房地产的这样一个周期 那么说到在经济增长中 大家也都知道 经济增长中的中国的固定产投资 一直是经济增长中贡献很重要的部分 尤其是经济增长中波动的部分 贡献的投资的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比如说看当前屏幕中呈现这张图 是中国的固定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图 这点也看得更加明显 那么固定产投资对整个经济增长影响很大 尤其对经济的波动 增速的变化影响尤其大 那么从增速上来讲 很显然增速放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于房产相关固定产投资的 这样一个明显的放缓 这里面实际上是负增长 大家能看出来是负增长 而很有意思的是 中国制造业以及其他方面的固定产投资 实际上仍然保持了相当不错的正增长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由此就是说 我们判断前瞻性的判断 未来比如说龙年以及龙年以后的几年内 中国经济的表现 其实很重要一点 是对房产周期的这样一个判断 那么试想 无论是我们看到这张图也罢 还是前面的这张图也罢 试想如果房产周期的下行过程 渐进尾声 那么房地产从过去两年 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变成不再成为拖累 本身就已经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非常积极的这样一个影响 那么所以关于这点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 很重要的判断 就是房地产对我们中国经济增长 拖累最严重的时期正在过去 正在过去 不是说房地产周期已经出现拐点向上 这个还有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是种种无论是横向的比较 还是纵向的比较 那么种种迹象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判断 就是说中国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负向的贡献的最严重的时期正在过去 比如说我们屏幕上呈现的这个数据 是我们对比了中国的房地产周期的这样一个变化 跟我们全球范围来看 历史上出现的比较大的房产泡沫的一些国家的变化 从它的规律性上大致可以得出类似的判断 比如说中国房地产市场 如果基于房价的变化来看 应该说本轮房地产周期的顶点是2021年初 那么从那时起到现在 那么我们以房地产市场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新开工的这样一个面积这个指标 已经出现了连续超过32个月的下行 超过32个下行 以至于当前这样一个水平 跟2021年初的高点相比 是那时候高点的大概40% 40%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对比 其他的国家的经验 比如说美国的 08-09年的私财危机 那么以及曾经出现的 西班牙的这样一个房产泡沫 这个生成和破裂的过程 实际上对比下来看的话 你从图中 甚至跟日本比 从图中看了 看就是我们这个房地产的调整 从高点下来调整 时间已经三年了将近 然后从幅度上看 跟其他国家类似 那么当然还没有到底部 但是已经在接近底部 所以我们说 即使我们相信 我们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调整 这个泡沫的程度 跟其他那些曾经出现 非常严重的泡沫程度的国家和市场 有类似 那么我们这个调整 已经相当深入了 更何况 我们中国的房地产的 所谓的泡沫的严重程度 我想跟当年 无论是美国的市场 还是西班牙的市场 甚至当年日本的市场比 我们这个初始条件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这点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一个判断是说 前瞻性的看 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也就是拖累的影响 正在过去 那么换句话说 前瞻性的看 房地产投资即使不增长 那么但至少 它已经不是很大的负面的贡献 那么反过来 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的影响 就是积极的 因为以前是负的贡献 现在是 前来看可能是零贡献的话 那么这一来一回 这个所谓的变化 也就是Delta 那么就是一个证的 那么实际上 最新的数据 已经有这个迹象 有初步的迹象 显示了 这个中国的确是 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拖累 正在过去 比如说我们看 新开工的这个数据 最高频的数据 那么似乎已经出现了 这样一个拐点 这以前出现这样一个拐点 那么至少 它的增长速度 这个降幅 已经开始收窄 那么收窄的意义在于什么 那么我们知道 新开工往往是后续 对后续的房产投资 真正形成 对经济的食物量影响的 这种房产投资的影响 是一个领先指标 那么从图中能看出来 大概新开工 是领先的房产投资 大概有六个月的时间 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新开工的 这个增速的拐点出现 也许意味着 未来一段时间 房产投资本身 也会出现 从增速层面上来讲 也会出现 拐点性的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 当然这个指标 我们需要密切地跟踪 来保持 对它的 一个 关注它的 真正拐点出现 但是总的来讲 就是说 我们在 楼年 2024年 我们刚不久 刚刚结束两会中 也提出了 2024年 我们的经济增长目标 是5%左右 那么 从现在来看来 来讲 实现这个目标 应该是 这个 条件是具备的 至少影响经济增长 这是过去两年 影响经济增长 最重要的因素 在改善 其实 影响经济增长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 因素 是出口 尤其是在去年 那么 中国的 经济增长中的 大家所说的 三驾马车 消费 投资 出口 出口 这个增长引擎 在去年 也是 不利的 表现 那么我们从图中 能看出来 中国的出口 在去年 首次出现了负增长 甚至一度出现了 这个 10%以上的负增长 那么这个 这个也是对经济 表现弱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而这个出口 表现弱的一个 重要的背景 就是国际环境 国际环境 这里面我们用 这个所谓的 OECD领先指标 跟中国出口的关系 这个图 大家能看出来 那么OECD 就是经济合作 发展组织国家 简单的说 就是发达国家俱乐部 不仅包括这个 这个所谓的七国集团 也包括其他一些 发达国家 包括比如说澳大利亚 新西兰 甚至韩国 都在里面 那么这些国家 是中国出口的主要市场 那么它的领先指标 你看从历史上来看 是跟中国的出口 是高度相关的 表现中 很非常明显的 这样一个周期性特征 而在去年 中国出口的负增长 跟这个领先指标 本身 这个经济数据的 这个下行 是明显相关的 在这方面 我们注意到 最新的变化是什么 实际上从去年 四季度 中国出口增速的 这个负增长 已经开始出现 明显的收窄 那么以至于 去年底到今年初以来 最新的数据显示 中国出口已经 由负转正了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积极的 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实际上出口数据 大概前几天才公布的 出现了 一二月份的出口增长 出现将近 接近10% 不到10%的正增长 这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积极的 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在 关注过去两年 中国经济表现弱的 同时 我们如果说展望未来的话 展望龙年的话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 这些高频数据 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 边际的变化 而这些边际的变化 实际上 我后面会讲到 对于资本市场来讲 产生的影响 是远远超过了 边际的影响的 那么这是 中国的房地产的 这样一个周期 中国面临的 这样一个外需环境 可以说是影响中国 或者说理解 中国过去两年的 经济增长表现的 最重要的两个 这样一个视角 两个视角 那么前瞻性的看 也需要对这两方面 做出一些基本的判断 那么下面 我想再给大家 提供另外一个 政策层面的视角 来理解中国经济增长 过去两年的 经济增长的表现 以及未来的可能表现 这就是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 如果说我们前面提到的 出口是完全外生于我们之外 外生于我们中国经济体系的 那么房产周期 有它自身的这样一个规律性 那么宏观政策 我们说的通常宏观经济政策 就是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那么这些宏观政策 实际上也是解释经济表现 理解经济表现的 很重要的这样一个视角 那么宏观政策 大家就说的是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关键这一点 正如屏幕中呈现的 PPT这个题目下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财政 和货币政策的偏紧的取向 正在被修正 正在被修正 那么实际上 过去的一年 尤其是2023年 过去的一年 不管我们在政策层面上 它的出发点 是如何定位的 但从政策的执行效果上来看 无论是财政政策 还是货币政策 它的执行效果都是收紧的 不是放松的 不是放松的 那么当然刻画 或严谨的刻画 这个宏观政策的效果的话 那么需要更精准的定义 那么在这里面 我给大家呈现两个数据 让大家有对政策取向的松紧程度 有个基本的判断 比如说屏幕中呈现左边这张图 是分别呈现了中国的财政收入的增速 和财政支出的增速 那么我们知道 什么是财政政策刺激 就是你当你的支出增速快 收入这个增速慢的时候 代表财政在刺激经济 反之 就反之 那么我们从图中能看出来 就是说实际上在2023年 大家注意到没有 中国的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是明显快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 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实际上是正增长 财政支出增长速度是负增长 那么以至于出现了实际的效果 就是财政公共部门作为一个整体来讲 它在从经济中收回的钱 也就是它的收入增长是比较快的 它支出就向经济体系中注入的资源是负增长 结果实际上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执行效果上来看 在去年是紧缩的效果 是紧缩的效果 我想这些是中国经济去年表现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们再看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 那么谈到货币政策有不同指标 大家使用最多的指标就是利率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 大家无论政策层面和市场层面比较关注的利率就是LPR 这个贷款利率 那么贷款利率从名义上来讲 贷款利率是有恢复的调整下降 但是由于我们的价格水平是下降的 有通缩 实际上实际利率水平 大家从图中右下面有这张图能看出来 实际利率水平一度创了历史新高 换句话说 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上来讲 从利率这样一个变量来看 实际上也是收紧的 也是收紧的 那么 但是这样一个收紧的取向 这个正在被修正 为什么说是这样被修正呢 从财政政策来讲 我们两会中 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中 这个提出了这个财政政策的一些具体措施 如果框算一下的话 那么你会发现我们财政支出的增速 就是我们屏幕中呈现的红点的显示 是相当快的 而财政支出的收入的增速是比较稳定的 结果就会出现一个 在2024年 如果我们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中定出的 这个相关财政的收支目标来执行财政政策的话 它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对经济的刺激效果 刺激效果 那么表现为财政支出的增速 由负转正 而且明显快于收入的增速 那这财政政策就是一个 从最后执行效果来讲 就是一个刺激的效果 而货币政策也是这样 那么货币政策 我们虽然屏幕中呈现的是一年的LPR 实际上前不久 央行已经下调了五年LPR的利率水平 那么我们最近通胀率也在有所抬头 所以实际利率实际上出现了 也是首次出现了这样一个明显的下降 所以无论是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讲 它去年出现的偏紧的取向 也就是对经济增长不利的影响 正在被修正 所以我们综合看下来 就是说无论是影响经济的大的房地产周期 那么还是出口 还是财政货币政策的这种组合来讲 都出现了非常让人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些积极的变化 这些变化虽然是一些所谓的边际变化 但是让我们说 实际上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有信心的 而更重要对于资本市场来讲 实体经济层面的这种边际变化 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 就是远超于这样一个边际的影响 那么这就过去到我们谈资本市场 谈资本市场了 关于资本市场 大家都说资本市场 尤其股票市场是经济的情欲表 经济情欲表 那么这个判断 笼统说是对的 往常了讲的也可能是对的 在中短期不一定 有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偏差 那么这里面 我们你要观察当前 我们股票市场的表现的话 让中国资本市场 和中国股票市场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还是非常悲观的 尽管我前面提示的经济数据 有这些积极的变化 这些变化 那么我屏幕中呈现这张图 就是我们自己测算的 我们股票市场 从资产价格层面上 它反映的内涵的 对经济增长预期 换句话说 我基于资产价格的表现 想办法倒推出 资本市场预期的经济增速 是什么 设计了这么一个指标 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另外我们另外一个指标 就是大家可能也比较熟知的 所谓采购经理人指数 这是一个高频的 刻画经济波动的这样一个指标 从这个图中能看出来 他们历史上这两张指标 是相关性是比较明显的 相关性是比较明显的 这是为什么 大家说资本市场 和股票市场是经济的群移表 但是过去一段时间来 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明显的分化 出现了这种 我们说简单差异的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说资本市场 隐含的经济增长 是历史最低点 但是11的我们经济数据 没那么差 没那么差 那么这种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分化 这个分化 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市场 在短期内 至少在短期内 它不完全准确的反映 经济的基本面 很大层上受 受这个情绪层面的影响 受信心的影响 那么这个 所以有人有这么说法 这个股票市场是经济的群移表 也是一定出现是信心的 投资者信心的这样一个 观察器 那么说关于这一点 大家在做的 或者是无论线下和线上的 朋友们可能有参与资本市场 可能知道 当前影响资本市场 和理解资本市场表现的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大家觉得信心不足 信心不足 信心不足 有不同层次上的信心不足 我这边总结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有类周期派 有类周期派是结构派 还有一类是制度派 所谓周期派认为 中国经济就是一个典型的 经济周期的问题 那么结构派认为 中国经济 结构转型出现了 严重的困难 那么制度派认为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 逆全球化时代 那么在逆全球化的这样一个时代 那么很多问题 很多深层的问题都会出来 所以实际上你会发现 当前大家讨论资本市场的时候 有关于基本面 有关于经济上市公司业绩的讨论 但是很多的讨论是 对一些叙事 对一些叙事层面 大家坐在一起就讨论比较多 讨论比较多 所以我这里面总结 实际上导致当前市场主体信心不足 有多重叙事 这种多重叙事 概括起来可以是这三派 那么通过我们直接参与资本市场 我们总结 叙事这些因素 实际上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投资者情绪的一种理性化包装 因为短期内投资者情绪是能够直接左右市场表现的 而这种投资者的情绪 往往由于人类 我们人喜欢把很多问题理性化 喜欢把它上升到一些比较高的高度来讨论一些现象 所以就形成了叙事 所以我们总结可能信心不足的这种 实际上是一种叙事 这种叙事是一种情绪的理性化包装 那么以至于容易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短期问题长期化 具体问题抽象化 那么以至于就影响市场的这样一个表现 那么实际上前面提到的 我们前面看到的 我们面临的当前 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整体宏观经济 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具体的问题 房产周期的问题 出口弱的问题 宏观政策至少在去年是一个收紧的这些问题 这是非常具体的问题 而且具有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周期性 但是资本市场由于受到这样一个情绪的这样一个影响 加成了有没有那叙事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能力 那么就把很多问题变得比较复杂了 那么以至于我们当前的资本市场 从价格表现上来讲 表现得非常的远远超过了基本面所决定的悲观程度 那么这里面我给大家悲观到什么程度 我给大家举比较两个案例 首先跟日本做比较 比较日本 日本的资产价格 股价的泡沫的生成和破灭的关键时期是 1985年到1995年 这十年 我们把中国的股票市场 2016年至今的股票市场的这样一个表现 起伏 叠加跟日本做个比较 你会发现 如果说中国股票市场从2021年初是顶点的话 从顶点下来的调整幅度 已经跟日本当年股票市场泡沫破裂的 从高点下到低点的调整幅度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换句话说 除非你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的泡沫的严重程度 类似于日本80年代后90年代初的程度的话 那么除非是这样的话 那么但是从股票市场的价格的变化来看 它调整幅度来讲 从高点到低点调整幅度来讲 调整时间上来讲 跟日本是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如果看两国市场的股票的估值的水平 以及泡沫破裂前的估值水平对比来讲 你会发现中国股票市场的所谓的 咱们用估值来评判它的泡沫程度的话 跟日本比日本当年要低多了 比如说我们右边呈现的失禁率 以及对比中日两国股票市场调整前后的失禁率的水平 以及调整后的水平 包括股息回报率水平 很显然日本股票市场当年的泡沫程度 要远远大于A股的泡沫程度 但是A股的调整幅度跟日本调整幅度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说明我们当前股票市场 对我们股价表现上来讲是有多么悲观 再看对比美国 对比美国我们知道美国股票市场历史比较长了 那么它也有好多次泡沫 当然最严重的一次泡沫是什么 是1925年到1934年 所谓二九三十年大危机前后形成的股票泡沫的生成和破裂 那么如果对比美国的市场调整的话 你会发现从高点到低点调整幅度 中国股票市场调整幅度跟美国调整幅度也是有一比的 首先调整时间上 那么从调整幅度上来讲 调整幅度也是没有完全一样 但是也已经相当接近了 但是同样的 就是我们这个经过 我们虽然的整个从高点下来到低点的调整幅度 不完全跟美国一样 但是我们当前中国股票市场的估值水平 以适应率来看 估值水平跟美国二九三三年那次大危机调整之后的 低点的估值水平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也说明我们这个市场从定价上来讲 似乎是反应了 我们有个英文词叫price in 这样一种情形 就是似乎中国股票市场正在price in 一个类似于美国二九三三年大萧条的那样一个经济的基本面 显然我们基本不是这样 前面我们提供的数据是这样的 如果大家看美国的数据的话 二九三三年的时候 美国经济的确出现了非常剧烈的恶化 尤其是你看美国的名义的GDP的出现了绝对的下降 从高点到低点来讲 美国名义GDP实际上下降了40% 而中国的名义GDP实际上只是增速放缓 还是在增长的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在另一个侧面 得反映了我们当前市场 这个很显然是非常非常悲观的 在我们看来是过于悲观了 那么这种悲观的因素既有基本面因素 也有很多前面我们提到的这种所谓的叙事 所以我们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来讨论我们龙年的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前景 那么资本市场的机会 风险怎么看待 那么就是 如果基本面 基本面有机会 有风险 自然会反映在资本市场的机会风险中 同时 如果基本面有变化 但是我们的资本市场 对这些变化反映的过于充分 甚至反映过度的话 无论是过于乐观 还是过于悲观的话 如果实际的基本面的表现 最终证明不是那样的话 那么这个市场也运用着巨大的 巨大的机会和风险 而我们当前 由于资本市场这样的过于的悲观 那么在我们看来 反过来想 就是运用着机会 那么我们在讲机会之前 我想再补充一点 就是我们今年以来 我们说龙年的资本市场的机会 但我们在进入龙年之前的一两个星期 我们的股票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调整 那么我先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 今年初以来 进入龙年之前的市场的调整 到底为什么出现了这样一个调整 这对于我们理解 后续我们理解 整个股票市场的机会 也是机会和风险也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今天股票市场出现了 大家知道 在农历春节前的两个周 出现市场的大幅度的调整 大幅度调整 那么这个有很多的这样一个解释 那么我们的理解是 首先归根结底 还是我们投资者的对经济机里面信心不足 那么表现为什么呢 投资者进入到2024年 还没有进入龙年之前 带着非常强烈的通缩预期 进入到这样一个市场中 那么对经济机里面没有信心 那么在通缩的环境下 做投资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在通缩的环境下 最好的投资是什么 投固定收益 投债券 因为债券它有固定收益 固定收益 收益是固定的 那么你这个通缩 你价格又下降的话 你的实际的购买率是提升的 所以要买债券 但是在我们股票市场里 就要买什么呢 买债券性质的股票 也就是高息股 所以今年年初以来 高息股受到追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这个有通缩预期 那怎么办呢 你投资股票市场 都是要投成长的 那么所以很多人就转投其他市场 不投中国市场 所以QDI的产品就受到追捧 QDI就是境内合格投资人 通过这种计划 可以把资金投到境外 无论是投美国 投日本 甚至有人投印度 所以中国的QDI产品受到追捧 以至于有些QDI产品 它是有额度的 因为有额度 所以就产生了溢价 有些基金竟然出现 20% 30%的溢价去买 以这种溢价去买这些产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导致了什么 导致了我们国内中小市值股票的 出现了下跌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一个存量资金市场环境 存量资金市场环境 资金是有限的 给定的 那么强烈的通缩预期 触发了大家对高级股和QDI这些资金的追逐 那么自然这个资金会从存量环境下 会从一些地方出来 这直接导致了中小股票的市场的下跌 那么中小股市场下跌 进而触发了 以中小市值股票 为代表的小市值股票的普跌 导致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危机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市场交易结构非常脆弱 为什么叫交易结构脆弱呢 就是我们这个市场 进入到龙年前 我们这个市场 在小市值股票里面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拥挤交易 非常严重的拥挤交易 当出现了这个股票市场下跌 然后资金失血的情况下 脆弱的交易结构 那么就导致了踩踏 导致了流动性危机 那么这里面有所谓的雪球产品的 这个被敲入了 雪球量化产品出现这些问题了 以及一些私募专户产品的 预警支撑券出发 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一度出现了这个流动性危机 这是今年以来 股票市场调整的背后的逻辑 那么这个逻辑 主要原因在我们看来 不能说是主要原因 这种基本面的触发因素 还是市场有非常强烈的通缩预期 还是信心不足 但是叠加了存量资金环境 和脆弱交易结构 就触发了这样一个因素 触发了这样一个流动性危机 和恶性循环 以至于波及了整个的这样一个市场 那么我最后给大家看张图 理解什么是脆弱交易结构 过去一年参与股票市场的朋友 可能都了解 过去年量化策略 不止过去一年 过去两年量化策略 都是非常火爆的 受到大家的追捧 那么就是量化策略 出现了所谓比较好的业绩 也就是超额收益 那么这张图 是我们找中介机构 帮我们做的一个分析 对量化的超额收益 做了一个量化策略 的超额收益 做了一个归因分析 你从归因分析上 能看出来 对量化策略的超额收益 最主要的贡献因子 是一个因子 是市值因子 其他因子跟它一比 都不显著 那么这市值因子 就是小市值股票 那么所以呢 量化策略的 这个蓬勃发展的背后 实际上是 对小市值股票的追捧 和拥挤交易 那么自然刚才提到的 那些问题 就会触发 它相关的这样一个调整 由于这个调整 于是 我们在我们判断来讲 无论是A股和港股 经过年初这个调整之后 应该说 就完成了一个典型的 股票市场周期 熊市末期的一个调整过程 就是什么呢 就是A股和港股 完成了补跌和普跌的过程 从历史规律上来看 股票市场的这样一个周期 从熊到转牛 从牛转熊 以至竭竞结束 最终呢 都会发现所有的股票都会跌 跌幅都差不多 那也就这个市场的跌幅就跌 跌的过程也就 基本上告一段了 那么我们从图中能看出来 这个实际上呢 你要看我们市场中的主要的这些板块 说宽期指数的话 你会发现在过去的两三年中 基本上都完成了这样一个下跌 那么调整幅度都超过两年 然后调整时间都超过两年 从时间上来讲 那么从空间上来讲 调整幅度基本上40%到60% 这里面从大小市值上来看 沪深300是大市值股票 国证2000是小市值股票 那么调整 从高点下来都有超过两年 那么调整幅度超过40% 那么大家熟知的主题赛道投资 无论是毛指数 还是宁指数 核心资产等等这些 也是 毛指数回调了三年 宁指数回调两年半 毛指数回调了板中55 宁指数回调60% 差不多 那么还有港股 也是跌了50%到60% 包括外资持有的中国股票 有这么一个指数 外资持有的前50大市值的股票 从高点到低点 也是调整了三年左右 接近50% 从图中大家能看出来 这个调整幅度是非常接近的 那么这个时间长度 也都是两年到三年之间 而今年年初 刚才描述这个调整 是使这个调整过程 完成最后一块拼图 也就是小市值股票调整 小市值股票调整 所以就是说 我们倾向认为 那么这些指标 显示了我们这轮熊市的调整过程 已经是接近尾声 那么具体来讲 我们可以总结 就是说 有五大出清 实际上市场到了这个阶段 判断市场的这样一个机会 基本面 有因素存在 但是这时候 实际上再讲基本面 也没有太多的意义 没有太多意义 因为机里面是一个相对资本上 也是一个慢变量 那么我们就拿非常具体的供求关系来看 这个也很 结论也很清楚 我们现在等于是从供求关系上来讲 有供给出清和需求来看对比 这个问题也比较直接了当 我们总结 有目前有五大出清 这五大出清的表现为 市场的这个卖压在越来越少 首先外资出清 外资经过过去两三年 该卖都卖了 该跑都跑了 那么核心资产出清 19年20年 包括21年的部分时间 这些核心资产 毛指数 那么跌了三年了 跌幅也这么大 那么赛道股出清 那么什么新能源 医药 这些光伏了 这些也是 那么这轮小微盘股出清 还有一个杠杆 杠杆 杠杆的这次 这也是这轮的调整 也让杠杆相当成长得到出清 这从供给端来讲 所以卖压在越来越弱 反观潜在的需求 实际上是在增强的 那么在这里面 给大家看两个数据 一个是股 一个是所谓的风险溢价 风险溢价 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它的股债收益比 那么我们看 中正800的风险溢价 出在历史最高点 历史最高点 换句话说 股票相对债券来讲 股债收益比 现在出在一个最有利的时候 那么换句话 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讲 在股票和战券之间 选择上来讲 那么它在资产 从配置上来讲 那么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这就是代表 潜在的需求 那么另外一方面 从更大的一个指标来看 就是我们看 中国的货币供用总量M2 这是一个比较 大家常用的一个货币供用总量的 这样一个指标 相对中国A股的总市值 和中国A股流通市值的比例 也创了历史的最高点 这都是对金融资产 尤其股票资产的 这样一个潜在需求所在 一方面潜在需求在这里 一方面供给在出清 所以从供求关系上来讲 也出现了非常有利的变化 实际上我们回想 今年年初这个调整 是谁在买股票 都是被动在买股票 真正那些看好股票市场 已经忍受了两年三年了 他都忍受了两年三年 他不会轻易卖出的 他说死多头 那在今年年初这个卖 都是被动卖 由于杠杆的出清 由于雪球的敲入 由于预警止损限 量化测等等 这属卖出的股票 都属于被动出清 那么卖出的股票 都是我们所说的 代血的筹码 代血的筹码 那么这是讲的我们国内市场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情况 基本面 这个供求关系 那么谈到资本市场的表现 除了国内基本因素以外 我在最后补充一个因素 就是国际流通性环境 国际流通性环境 这点也很重要 那么国际流通性环境 通常理解国际流通性环境 就是用两个重要的指标 一个是代表全球 无风险利率的美国国债利率 和尤其对新型市场国家来讲 美元汇率指数的变化 当美国国债利率飙升的时候 代表国际流通性的收紧 当美元汇率走强的时候 也代表国际流通性的收紧 反之代表国际流通性的放松 那么当国际流通性收紧的时候 即使给定我们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给定新型市场国家的基本面 这些国家的资产价格 也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主要是估值的压力 当流通性松的时候 有利估值提升 当流通性收紧的时候 有利给估值带来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个流动性的变化也很重要 那么说到流动性 说到流动性 那么也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就是美国通胀再出现了明确的下行 下行趋势是确立了 然后美国联储加息过程也结束了 那么前瞻性的看 市场普遍预期 美国联储今年要减息 曾经一度预期 美国联储今年会讲减六次息 现在修正了 但是预判也是要减三次息的 总之三到六次息 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流动性环境也在改善 而流动性环境的这样改善 将会非常有利于我们 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 很多新生市场国家的 资产价格的估值的提升 换句话说 去年在给定基本面的情况下 中国经济 中国股票市场表现 实际上遇到了很强的逆风的环境 就是国际流动性的变化 但是 这个因素正在解除 正在解除 那么事前市场普遍预期 在今年 至少六月份 可能就开始减息了 所以最后总结下来 最后总结下来就是 我们的股票市场 当前是出在一个性价比比较好的时候 所说性价比 就是我们讲的市场的胜率和赔率 那么就是在这个点位上 股票市场上涨 上涨的这个可能性有多高 这是所谓的胜率 那么在这个点位上 股票市场上涨的空间和下跌的空间 是不对称的 这就是赔率 那么当前市场 在我们看来 是一个胜率和赔率都不低的环境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就是一个积极的逆向布局的市场 逆向布局的市场 所以我们结合前面的经济基本面的分析 如果说对龙年的经济和资本市场的表现 如果说前景做展望的话 我们认为整个经济景气承受最大压力的时间应该过去 今年无论是整个宏观经济和上市公司业绩 应该比去年都要有改善 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其次影响资本市场价格表现的国际流动性环境 也在改善 那么更重要的是 我们当前资本市场 我们当前资本市场 对很多积极的基本因素没有反应 反而反映了非常多的悲观的因素 以至于这种悲观的程度已经跟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出现的大规模的危机可以有一比 那么这时候就呈现了很好的在我们看来逆向布局的时候 逆向布局的时候 所以我们对未来 龙年中国股票市场表现 我们是持一个相当积极乐观的这样一个判断 那么具体来讲 当然我们待会在讨论的时候 如果大家感兴趣 我们可以展开讨论股票市场整体的这样一个一些行业板块可能的机会 但总体上来讲 我们对市场表现是出满信心的 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候 要敢于逆向布局 那么同时不要失去仓位 如果是参与的话 要敢于这个维持足够的这样一个仓位 这样我们龙年经济的表现 市场表现 可能我们才能真正抓住这个机会 以上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在这里集中讲课 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那么这个下面的时间 我们看看能不能跟这个请问教授主持 我们来讨论一些问题 好 感谢庆重的精彩演讲 接下来我们进行原作讨论 我们线下的同学 以及线上的观众朋友 如果有问题的话 欢迎在您的课程微信群里 或者是您的直播间 平台直播间的留言 我们后台的老师会把相关的问题传到我这边 我可以综合一下 带各位向秦总请教 秦总也可以 合适的话也可以参与讨论 秦总刚才精彩的演讲里面 从几个角度 从房地产市场出口宏观政策 国际因素等都指出了很多造成市场悲观情绪的市场走势的一些因素 秦总有转折的苗头 秦总也通过把现在的A股的情况和国际上的两个比较大的熊市的例子做比较 觉得是A股的可能是价格调整过头了 所以秦总得说结论说 2024年龙年的A股市场 有龙腾虎跃的可能性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 我如果是理解对的话 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所以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 跟我们来交流 向秦总提问 秦总我先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您提到了现在的货币政策财商政策 有从景变松的这样的趋势 而且也是很有必要 同时您也提到说 造成A股投资者有悲观情绪的一个结构性因素是通缩的预期 现在您觉得我们的通缩是不是会及时得到了纠正 我也很担心 我在过去的半年一年里面 也很担心这个通缩对消费者的信心 对筹筑者信心的负面影响 也担心我们的相关的宏观决策者 对这个通缩的风险 还有重视的还不够重视 我也这样担心 您觉得说现在宏观政策的刺激的程度 尤其是货币政策 是不是到位 是不是能够及时地扭转通缩的这个情况 你前面也举到日本的例子 股市比较 日本的过去20多年的经济的一个 非常表现不好的日本经济的一个背景 也是经济中出现通缩 他们没法及时得到这个纠正 所以向您请教一下 您觉得这个在我们国家的这个通缩情况 现在的货币政策以及其他政策组合 是不是已经足够的可以扭转在这个情况 当前的确是有通缩的压力 这是事实 然后我觉得通缩的问题 正在被政策高层的重视 那么所以有这个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反应 无论是降息啦 降准啦 包括在两会期间 我们央行的行长还在记者招待会上 特意提到说中国还有进步降准的空间 大家如果看数据的话 你会发现比如说中国央行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规模 去年以来出现明显的扩张 所以中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货币政策的扩张 但是效果目前还没有显现 但是我相信贾以时日会显现 这是一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大家注意到 现在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 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关于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中国的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速度 要跟中国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保持一致 这个说法跟之前的说法是有变化的 之前的说法是中国的货币量供应增长 要跟中国的名义GDP增长保持一致 现在特别把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分开 那就是说他现在对价格水平的本身是定了一个目标 有点多多少少有点像所谓的盯住通胀目标 就inflation targeting这样一个目标 那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应该提出的这个物价水平 这个体重是大概3% 大概这样一个目标 所以如果回答魏教授这个问题 这是已经看到一些政策的动作 目前还没有看到明显的效果 最新的CPI数据略有改善 这种改善是季节性原因还是货币政策原因 还难以做判断 但是从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些分析推断看 我觉得高层对通货紧缩这个问题已经高度重视 那么在这方面 正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个日本 所以就不大可能出现第二个日本 我是这么看 因为我们中国政策高层 好像对日本的失去的20年30年 这个研究的还是很多的 那当然这个这里面呢 我理解这里面呢 有关于这个问题上呢 是有一些制约因素的 这个制约因素是汇率的因素 因为如果我们要治理这个通缩压力的话 要通货币政策降息 货币量的注入 但是它一个后果可能是对产生人币汇率的压力 那么这可能也是我们不愿见到的 所以这是有个约束的 那么这个约束条件呢 在2024年有可能会得以缓解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如果美国联储开始降息 那么这个那么美元的强势 可能就不一定会维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我们人币汇率 这样一个担心和约束呢 就会减弱 这样使我们的政策目标的重点 可能更倾向于去解决国内通缩压力的问题 所以如果外部条件具备 政策层面有以上一个认知的话 那么我怕今年会 这个中国很可能会走出这个通缩的影响 那么这样一个在一个走出通缩的影响下 那通常对资产价格 尤其是股票资产价格的影响是积极的 好 请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问题 已经积极涌入了 我们一位观众朋友呢 关心到 在关注到您前面呢 把A股的现代情况和美国历史上 这个股价低迷的上世纪30年代做个比较 那么我们观众朋友呢 关注到说呢 今天啊 中国的股市和美国股市有很大的分化 这就在过去的半年里面 当A股这个有比较大的负增长的时候呢 美股呢 却有非常好的回报率 所以想请教小管 这个庆祖说 这两个国家的股市的这样一个很强烈的分化局面 应该怎么理解 背后原因很复杂了 如果做一个相对简单化的描述的话 那么就是因为美国在一个通胀环境下 中国在一个通缩的环境下 那么自然的对于这个权益资产来讲 在一个通胀环境下 总体上来讲 是对权益资产表现是一个有利的 那么反之对于一个通缩环境下呢 是不利的 那么你说这个 但是关于这点的 实际上我们在2023年年初 很多分析人士 对于美国股市的判断 和中国股市的判断 是完全判断错的 包括我们自己反过来的 那么主要是认为 2023年美国联储还会加息 美国通胀还会 主要认为2023年呢 这个美国这个通胀会减弱 甚至美国联储会 会这个 这个 这个停止加息 结果 发现美国联储在加息 所以担心这个加息呢 会影响 影响这个资产价格表现 没想到的是说呢 尽管美国货币政策在收紧 但美国财政策是非常激进的放松的 大大抵消了这个货币政策的影响 所以这个塑造一个有利于 资产价格表现的这样一个环境 而我们这边呢 前面提到几个因素 包括政策因素 无论财政和货币政策因素 都是收紧的 那么对对我们资产价格表现 自然是不利的 那么这是政策层面 当然在美股的表现中呢 还有这个基本面层面的积极变化 就是它的这个科技进步 尤其是AI 那么在这个AI的出现 对于这些科技股的表现 是起到了很大的这个推动作用的 标普500 包括纳斯达德创历史新高 其实很重要的推动因素 就是那七只科技股票 科技股 那么背后都有AI这样一个主题的 这样一个积极影响 而这个因素在我们A股上是没有的 这是我理解 理解这个A股和美股 在去年表现的这种分化 背后的一些大的因素 当然可以有很多其他一些因素 那反过来呢 就是说这是对去年这样判断 但是在这个时点上前瞻性的看的话 那么可能很多问题 我就不能简单的线性外推了 线性外推了 那么A股去年表现不好 前年表现不好 大前年也表现不好 并不意味着今年表现就不好 那么我们前面也做了分析 同样道理 美股去年表现好 前年表现也不错 那并不意味着今年就会表现好 那么其实是 大家如果看美国的股票市场 标普500创新历史新高 但是就是那七只股票拉动的 如果刨新那七只股票的话 你看标普493的话 493只股票的话 基本上没怎么涨 那么还有很多中小市的股票 也没怎么涨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美国股票市场的这个 我们提到提到一个交易结构的概念 也是有点脆弱的 它是集中在那七只股票的 那么那么两种未来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说 它这个这种拥挤的交易结构也会出现 像我们今天出A股 这个小市值股票的交易结构的崩塌 这是一种可能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它可能它这个整个的市场表现会扩散开 不再是这七只股票拉动 而是扩散到一些中等市值的一些股票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美股的表现可能会相对健康一点 我给观众朋友们加个小数据 标普500里面有505只股票 不是500只股票 OK 这也是第一次 这个除了和A股和美股比 那么在同样在大西洋 在太平洋这一边的日本 我们的邻国 在日本的股市上 没有像美国这样的 特别成功的科技的大公司 经济在这个最近数据告诉我们 在日本经济都是技术上进入了 这个衰退 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 结果它的股市也是涨得非常好 比A股涨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观众朋友们也 也很觉得这很好奇 也想请我们王主给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日本股市的这个表现是 最近一年以来受到广泛的这样一个关注 认为最近一年以来 它表现向上涨势尤其强 那么但是实际上 日本股市你要从它的低点看下来的话 已经涨了好多好多年了 从低点上来已经涨了好多年了 只不过是最近一年多以来的 这涨幅的比较 它这个涨势比较陡峭 那么我理解呢 这个一点就是日本的这个货币政策宽松 那么这个维持零利率负利率 那么这个是有利于这个自然价格表现的 这个另外呢就是经过这个日本的上市公司 经过了失去的20年30年的这个折磨之后 它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 这个 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经营行为也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尤其表现是很多上市公司的 更加注重股东的回报 那么 那么分红率也在提升 那么它的资产付来表 质量也在提升 比如说资产付来表有很多现金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再加上有那么多年的这样一个低迷的表现 也相对相对便宜 所以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就显得 日本股票显得有吸引力 所以在从国际投资者上来讲 就你做股票上投资 简单的说有两类投资者 一类投成长股 一类投价值股 投成长股的投美股 投价值股的投日本股票 日本股票是比较典型的 低估值的价值股 又分红的这些股票的聚集 那么当然了 这个日本之所以能够过去几年 尤其是安倍上台之后 它的经营政策越来越清晰 也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刺激 尤其货币政策刺激 来刺激经济 刺激资产价格 那么也是他经过了失去30年的摸索之后 终于意识到 走出通缩 只有货币政策放松 而货币政策放松 你必须要放弃一个 放弃汇率 那么放弃汇率 所以才能够支持国内的资产间额 所以你别看日本股市市长很多 但日本汇率也贬很多 我们去日本旅游的朋友都知道 日本东西是很便宜的 因为汇率贬值了 所以 也是他到了一个状态以后 他不能既要汇率又要资产价格 他只能保一筒 所以他保了资产价格 当然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正确的政策 最后结果是 日本的股市 即使以美元计价 他也是感觉相当不错的 所以我是这么理解 这个日本股市和 尤其是过去一年多以来的表现 在您的授课的开端 您就专门分析了房地产的市场 对经济的影响 对股市的影响 我们有位观众朋友想向您请教 您觉得说 接下来政府在帮助房地产市场的各样措施 会不会及时的到 应得的理想的效果 房地产行业复苏的前景 您是怎么判断 然后如果复苏的话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有没有可能恢复到 以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我觉得这个房地产 这个房地产是一个下行周期了 这是确定的 这个可能是 可能是比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是即使下行周期 正如我前面分析的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的幅度和速度 一点不逊于其他国家出现的资产价格 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的过程中调整的 调整的幅度 中国的速度更快 实际上 我们刚才材料中呈现的是对比 跟美国 跟西班牙 以及跟日本 实际上有研究表明 就是中国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调整 从高点到下来的这个幅度 和速度 是比一般的国家的房地产泡沫的破裂 调整幅度要 速度肯定是更快的 幅度是接近的 那么后续的房地产市场 我觉得很难预期它会回到以前 那么合理的预期是 它在底部可能是维持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 但是就对经营增长影响上来讲 只要它不维持这个状态 已经是积极的贡献了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大家从那个经营经济的增长的 这个分解能看出来 只要它不是负的变成零的话 实际上我们的经营增长 还是能够保持一个相当不错的 这样一个速度 那么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对房产 这个对整个经济的这样贡献 需要有这样一个客观的认识 那么在这方面呢 就是我们 还是首先它调整幅度 调整时间 那么其次呢 我们这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政策变化 那么从三条红线取消 从这个这个各地的限购现代政策的逐渐的这样一个取消 那么等等 那么包括这个两会期间 我们逐渐部长的一个比较系统的记者招待会 讲述的关于房产政策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 还是让我们这个有这样一个 有一定的信心来判断 就是说房产 今年有可能在底部会起稳 有可能在底部起稳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积极的这样一个贡献 那么如果出现这个这些起稳的迹象的话 对资本市场影响也是非常积极的 那么它的影响主要在于什么呢 因为资本市场之所以这么悲观 实际上是担心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失控 导致的系统性风险 更大的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那么进入冲击股票市场 所以如果这个尾部风险被切除的话 那么市场本身它就会重新定价 那么这个就会有表现 就拿今天的股票市场来看 其实今天股票市场很重要 表现好的一个 很重要也是受到一个新闻的影响 这个新闻上没有 没法确认 就是说这个相关 相关这个 部门组织这个银行 对我们龙头的地产公司 给予这个资金的支持 这虽然是一个 对某个地产公司的这样一个变化 相关的这个变化 但是它是代表了一个 系统性风险的消除 所以股票市场就会 会有一个积极的反应 您刚刚提到这个 对美国股市来说 AI股很重要 有AI带动的头部科技公司 这股市拉动他们的股价 从来拉动整个指数 那么我们有观众朋友 很关心说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 AI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机会 有没有一个AI赛道 这样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 在这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在 还在研究过程中 这个我相信我们 但是我们倾向认为 AI的影响 它会是像互联网出现那样 一个量级的影响 所以一定会对全球经济 包括中国经济 都会产生非常深远的这样一个影响 那么至于从投资机会上来讲 这个我们相信 实际上我们在美国已经看到了一个影响 那么在美国的影响 会某种程度上会映射到 A股市场中 映射到A股市场中 正像很多前沿的新的经济的变化 和资本市场的表现 在美国出现的话 都会在A股找到某种映射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反过来的情况 因为AI很时髦 造成过度投资 把股价 AI相关的股价抬得很高 然后忽然有一天就掉下来了 那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每次科技进步 新事物出现 它都会带动 在资产价格层面上来讲 会带动一轮泡沫 然后泡沫破裂之后 然后再回归这样一个 回归一个正常 然后继续成长 创出新的高度 它是有的一个 我印象中有一个概念 我这个记不住 拽我名字的一个曲线 我相信AI也是一样的 但是判断这些拐点是很难的 那至于在中国市场的 这个投资机会 那么从我们重量投资 这样一个偏 这个关注基本面 这个价值投资风格的 投资人来讲 我们更加把注意力 关注到这个AI的可能的对应用 也就是AI 就是传统经济 AI家吧 可以这样说吧 就是AI的技术 对于一些传统行业 传统企业的 这种赋能的这样一个影响 那么我们更关注这个影响 可能对这个相关企业行业 以及上市公司的业绩的带来积极影响 和股价的积极影响 因为毕竟我们在这方面是有很多的研究积累 如果在编辑上又有AI的带来的这样一个负能的话 那么这一点可能会运用一个不少的投资机会 我们也有一些观众关注到国内的上市企业的一些信息披露质量的问题 比如说有一个朋友提到国内有些企业上市前后出现变连 上市之前业绩很好 之后的话业绩下滑 从而带动这个股价也下滑 像这样一类的这个现象 他想向您请教说 是不是也是造成现在一股价格出现低迷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方面改革的前景 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些积极的措施出来 是的 接下来这方面的改革会得到比较大的一个改善 其实这位观众问的问题就是上市公司上市前后业绩变连这个现象 不仅在A股有 全球市场都有 那么也就是这个 大家说在这过程中可能会有这种所谓包装上市的这样一个倾向 大家反正上市都希望能够成为公众公司都希望打败漂亮一点 所以它是有一个 这个我相信在所有资本市场中 IPO中都有类似的现象 有些公司会出现这个特点 A股也不例外 那么这个问题在A股上可能显得突出一点的 在于什么呢 在于我们A股市场在过去两三年 我们IPO数量是全球最多的 所以这个现象呢 这样一个普遍现象在我们这儿就显得相对突出一点 这是这是一个一点 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问题提出的这样一个根源 这个当然这个里面的既要尊重事实就是说 因为你既然IPO多IPO就会有出现这种包装上市 业绩前后发生变化的这种客观存在 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就显得突出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说 当然在如何加强监管 信息披露等等 这个问题我相信经过过去两三年之后的 那么会员相关监管也会加强 因为前不久我们两会期间也是 我们的监管领导在回答记者问题之后 也特别强调要加强监管 尤其是加大现场检查力度 要成倍的 我印象中我们这个这个这个无情主席呢 特别是要要成倍的加大这个现场检查的这样一个力度 那么这样加强监管之后呢 这种这种业绩业绩变脸的这种可能性可能就会减少 所以所以的确这是这是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也是中国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您前面提到造成A股 这三年和今年年初的表现的因素之一 是一些有外资的投资者 这个离开了A股市场 然后您说这也可以想像是一个 我如果理解准确的话 也可以想像是一个正面的 接下来股市变化的一个正面的因素 因为会走的都走了 我们观众朋友想请教说 有没有可能怎么样的情况外资还可以回来 他还关注到说最近两天大摩等国际投行 又开始给A股一定乐观的评级 可能他们读了这个王总和崇洋的这个报告 相信您的这个分析 你觉得说这个外资投资者重新回到A股的这个前景 会是会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么这个 会不会回来 首先要理解他为什么走 那么你看怎么理解 如果他走呢 是担心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结构性问题的话 他一时半会是不会回来的 但是呢 他如果走是因为一些周期性问题的话 那么周期性因素发生改变的话 他就会回来 那么多大程度上 很多外资去年离开中国市场 是周期性问题呢 这个是很难做归因分析的 但是我给大家 讲一个 做一个简单的算术 大家可能就能 一定程度上有个概念 他这些外资 为什么走 外资进中国市场 他要把美元换成人币 投到A股市场 美元的利率是多少 美元的货币市场 基金的利率 T加 T加1的流动性 今天买了货币 明天就给赎回这种 货币基金的流动性 货币基金的收益率是 5.2% 5.3% 这是美元基金 投到A股市场 第一个的机会成本 第二个机会成本 我们知道 人民币在对美元 去年出现了贬值 一度出现了 比较快的 比较大幅度的贬值 甚至超过了 接近十个点的贬值 后来又回来了 我们就说 他平均贬了五个点 那么 一个外资 他把美元换成人民币 还没有投A股的时候 他已经失去了 十个点 五个点的机会成本 货币基金 换成人民币 人民币对美元 又贬了五个点 这已经十个点 所以当一个基金 他的机会成本 而且是无风险 机会成本 这么高的时候 他投资这个市场 他就要求的 预期回报率就很高了 你想想 你试想一下 对吧 你如果银行存款 有10%的存款利率的话 你可能连A股都不投的 所以 所以外资离开A股市场 你做这个算术 就很好理解 他为什么离开A股市场 因为有这些 机会成本太高了 所以 有人把外资离开 归结于很多 所谓深层次的问题 前面讲的这个叙事 实际上 不需要这些叙事 所以这些算个小账 就能算明白 他为什么离开 那么 前瞻性的看 如果美联储开始降息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币实际上 对美元的汇率的 这个贬值过程 已经算高一段落 实际上 虽然有升值的 这样一个倾向 所以我们前面做的这个算术 2024年龙年看下来的话 那是会逆转的 这是为什么 有些外资开始回来 有些外资机构开始看多 尤其是在债券市场上 债券市场实际上外资 已经开始大规模回来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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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 关于外资讨论问题呢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就是说 到底什么因素 来驱动这些资金的 这样一个行为 哪些是 看不见摩托算得清楚的 这个 非常具体的 投资行为 哪些就是讲故事叙事 那么你把它混在一起呢 有时候就说不清楚 他为什么走 为什么回 那么 如果 如果把 把这个驱动 他的这些周期性因素 想明白的话 实际上 如果这些周期性因素 发生变化的话 相当于是外资会回来的 我认为 所以 所以这个 我们前面提到的 极大出清 外资出清 他是出清了 该卖都卖了 但是他回来的时候 他还得买这些东西 所以这也是我们对市场积极看多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王总您在演讲中对量化投资基金的策略 他们的收益率做了一个归因分析 我们有位观众朋友也说了您的分析 想请教您的问题 就是 他们关注到最近的市场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的市场 似乎板块轮动的频率在加快 他想 请教您 觉得这个量化投资 这种高频交易的策略 是不是 加速板块流动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问题和这同一个观众朋友和第一点是见解有关的说 您愿意不愿意介绍一下重阳在2024年看好哪些板块 对这个从我们因为我们主张做主动多头策略的 那么跟量化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打法 但是的确我们观察到过去两三年 市场的这种板块轮动 涨跌的这个速度是明显加快的 这点很可能 非常有可能是跟量化策略被广泛使用 使用范围扩大是有关系的 这是我们从作为主观多头策略的这样一个观察 这样一个观察 那么至于这个从主观多头策略来具体布局来讲 实际上当前我们是布局三类机会的 三类机会可以说是这个 就是这样一个杠铃策略 一方面就是现在当前 大家对经济复苏的预期还是比较弱的 所以这个的确是有必要去布局一个在经济复苏早期 大家对经济未来景气信心不足的一些高股息的资产 这些还是有它的投资价值的 这个我们也会参与 但是我们参与的逻辑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布局这类资产主要的目的是对我们整个组合 对冲可能出现的系统性下行风险做一个对冲 因为我们尽管对市场未来表现是一个积极的判断 但我也可能判断错 如果判断错的话 我们如果有一部分或一小部分在我们组合里面有这种高股息股票的话 它是对我们可能判断错误的一个对冲 同时当前也是普遍多数投资者对经济未来复苏预期 不是信心不弄强的情况下 的确高股息的资产是有其吸引力的 那么这个资产是布局的 这是杠零的一端 另一端的是我们认为长期的成长表现空间是比较确定比较大的 跟中短期跟经济景气关系不大的这些板块 包括硬科技 泛科技 包括医药 这两类资产 这两类资产属于跟当前的经济景气关系不大 但是它的长期的成长空间是比较确定的 这一类资产它的长期的成长性是比较确定的 逻辑也是比较清晰的 那么这一类资产在过去两三年也出现了很大幅度的调整 这个调整既有它们基本面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什么前面提到的国际流行性环境的收紧 国际流行性环境的收紧造成这类资产属于成长性资产 所谓长久期资产在流动性环境收紧的时候 对它估值杀伤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资产跌了很多 它基本面有恶化 但是流动性环境对它也非常不利 但是站在这市场上前瞻性的看的话 我们说这些资产经过过去两三年调整 估值已经来到足够合理的位置 它长期的成长逻辑成长空间没有变化 那么甚至有一些积极的变化 比如说医药创新药 比如说医疗器械 包括我们一些硬科技的东西 那么同时国内国外的流动性环境又在改善 对于这类资产的估值的提升 又是一个顺风的环境慢慢出现 所以这类资产的投资价值 我们也是非常盖用 所以现在等于是一个杠铃策略 但是杠铃不一定均不是完全等重的 这个高股息的比例小一点 这边的股比例大一点 王总再向您请教一个 关于资本市场监管管理的策略 您的看法评价 就是现在监管者在股市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采用的措施之一是暂停IPO 我们有观众朋友关注到的说 可能会不会再考虑出台 暂停再融资这样的措施 这样的措施对拯救股市到底有没有效 我们也关注到说因为很多国家不用这样的策略 他们的股市的成长似乎也挺好的 当然他们也不用关掉IPO的这样的形式 所以您觉得说暂停IPO 暂停再融资这样的措施对拯救股市 有没有用完 首先我们理解好像并没有出现暂停IPO 只是IPO的这个节奏有所放缓 那么我觉得股市道市场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表现 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那么前面分析的这些因素 那么主要因素甚至是主要因素 那么跟IPO的这样一个供应本身 它是有影响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对整个市场资金的 这样一个吸引资金的一部分资产 肯定有影响 但是肯定我们不认为是主要矛盾 那么资本市场的整体表现 据上我们前面分析的是那些因素 这些因素只是一些边际的影响 但是它尽管是边际影响 但是它是实际上加强了 强化了我们对市场未来表现积极判断的 这样一个整个的分析 积极分析 就是前面提到的五大出清 五大出清的实际上没有所谓的IPO出清 我们是有外资的出清 有核心资产出清 有赛道股的出清 有小实质股票出清 还有杠杆的出清 那么IPO这个因素肯定有影响 但是肯定是属于比较小的这样一个边际影响 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觉得 建议上也不会停止IPO 我觉得可能结论上会有所变化 好的 我们今天的公开课 马上就要告一段落 我们再次感谢线下的观众和线上的观众的积极参与 也再次感谢王庆总的精彩的分享 如果您想继续获得更多的学院推出的金融公开课 金融投资课的话 欢迎关注学院官方微信号 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 复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可以观看课程的回放 订阅微信小程序 复旦金融线上教育 解锁更多精彩的课程 我们的公开课以后还会定期推出 谢谢各位 谢谢